對 夢到流鼻血的夢境的話 代表你會有破財的情況 因為其實如果你在夢裡面 無緣無故自己流血 你不是因為受傷 有時候我們會夢到自己碰撞 會受傷 可是如果你碰撞受傷 沒有流血 表示說最近可能真的 你的意外的問題會有 身體的隱疾也會有 代表你的健康會不好 可是如果你碰撞然後受傷 而且有見血的話是好事 可是你是沒有 任何傷口的情況下 自己流鼻血 或水餃流血 這樣代表說你近期 花費會比較多一點 破財、意外 例如說交通、罰單 還有你自己控制不出 自己花錢的慾望 都會特別多 那你一定有的啊 有 可是我是夢到不是這個耶 不是劉皮球 我是夢到下一個耶 吊牙齒哦 對啊 這個我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也有夢過 其實夢見吊牙齒 其實跟我們的長輩也是有關係 還有跟你的壓力有關係 例如說夢見吊牙齒 有時候你近期工作的壓力 或生活的壓力會特別的大 是 然後這個壓力會讓你產生疾病 所以如果你經常夢見 表示掉牙齒的話 如果是很常夢見的話 就是壓力產生的 可是如果說你是偶爾夢見 偶爾夢見的話表示說 你的父母的健康注意 長輩的健康 或者是說你長輩之間的關係 會讓你很心煩 譬如說父母吵架 離婚等等的狀況 會讓你很心煩 他的婚姻狀況 所以是跟長輩有關係 對 夢見吊牙齒 夢見上面那一排 代表父親的狀況 夢見下面是母親的狀況 跟他的健康 能壓 都不見了 對 一樣 就是上面那一排都是 父親 下面是母親 那是要做多少次以上 才算是歸類成 例如說你這一年以來 你一直經常夢見吊牙齒 可能頻率有三次以上的 就是因為壓力而引起的病痛 會比較多一點 了解 所以工作上的壓力等等 心煩都會有 那接下來這個 我好像沒夢過 掉髮脫 沒有 沒有 這個 我沒有 掉髮脫沒有夢過 是真的 這是什麼 如果你夢到掉頭髮 或是有禿頭的頭髮 對 其實夢見掉髮禿頭 有時候不僅是頭頂 有時候你身上的毛髮 也都算 任何一個部位毛髮 只要有夢見它是脫落的 或是有關於毛髮的 都是有關於頭髮 就是你進行中的事情 不會有結果 例如說你在談個案子 或是你跟這個人在戀愛 刀、槍、武器 對 有夢過這種 你有夢過嗎 有 就是我變... 我目前有拿刀子給弄 沒有,這是我變女俠 我會有傷感 然後我就是... 好啦,謝謝 真的啦 夢見刀槍、武器 代表說你是... 你風性很容易被人奪走 你的機會 什麼意思 因為就像瑕疵的力量 他會把你的機會 然後架著你 全部把它奪走 就是被人家搶走的意思 對 所以這範圍被搶走 表示說你最近進行的 很容易得到一些不好的現象 然後陳咬金等等的 找我 就也是因為反映到 俱家風水 少居中 再來就是說 那找我你要想一杯氣度 好難聽啊 有小人的意思 因為火再表示一種嗔恨心 那表示說你可能跟人之間 相處的時候 別人對你產生了嫉妒 或是你的光芒太外露了 你現在很標準耶 就稍微練一下 光芒嗎 外露 對 對 好 還有糖呢 芒芒地露 對,老師 太光芒了 芒芒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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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芒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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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芒 對,所以你這個著火的話 不要說你容易被人家忌妒 會有小人的問題 對 對,要小心 帶尾氣 低調一點 對,帶尾氣也可以 或是說你的著火的話 就是要走救火隊 可是你自己要這麼說聲養性 好 要低調 那是蛇 沒有吧 我只有夢過那種雙頭蛇 人家說雙頭蛇是不是財運 對 就是正偏財的意思 其實夢見蛇代表就是 民間 其實就是說土地公的意思 因為蛇是土地公的腰帶 相傳 好 表示說夢見蛇會有財運 或是說夢見蛇 你需要趕快去拜土地公 那如果打死蛇的話 不是就很耐 打死蛇是好字 真的喔 就是大吉夢 表示說你最近有很多問題 可以迎而來見 大吉夢 那個… 好奇這個感覺 對 這個大吉夢的意思就是說 表示你最近打死蛇 因為你覺得蛇是一種障礙 但因為土地公的腰帶 你會有時候裡面有掌握住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是一種壓力 所以很多夢見土地公 夢見蛇要去拜土地公 就表示說 你要祈求土地公 給你一點保佑跟加持 所以夢見打死蛇 表示說你把障礙去除了 所以問題可以迎而解 迎到底是什麼呢 夢見老鷹代表說 你的事業會贏過競爭對手 YES 你現在想想要是玉琳哥 而且其實是在玉琳哥的公司 對不對 對啊 請簽給玉琳哥 昨天才跟他通的電話 對 所以代表說你的機會要來臨 主要是其實夢見老鷹 其實是一個競爭的象徵 可是因為他夢裡面 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他把老鷹抓住了 不要說他抓住機會了 贏得這個競爭 所以其實老鷹都是一個競爭 終於有好的 快走出了 遇到你們三個貴人 遇到你們三個貴人 你繼續 如果老鷹 捉他、傷害他 表示說這個機會會走掉 你的競爭是屬於弱勢的 但是如果老鷹你抓住了 或是展示高飛 那表示說你的競爭對手遠離你了 對 對 很棒耶 很開心了一下 從你們進來那一刻 到現在最開心 但你都以為夢的時間過很快 對 如果說像他老鷹抓到後面 然後就一直沒有餵他 他就 對 對 最輕鬆的事就不好了 不要 我也努力餵他 好 到蜈蚣 恭喜你哦 財運上升 因為蜈蚣有很多的腳嘛 對不對 腳帶有一種機會 那這個機會 表示說你正財偏財都很容易得到 所以夢見我們公司好事情 再來夢到布娃娃是什麼意思呢 夢到安娜佩 好可怕哦 真的 安娜佩有跟你談戀愛了 對 戀愛即兆 表示說你最近可能在紅蘭心動 失春了 你想要有個另外一半 紅蘭心動就好 不要講失春什麼成人啦 所以再告訴我 你今天戀愛的慾望是很強的 好舊的講法 對啊 謝謝 謝謝 謝謝